没多少钱吗 没多少钱吗 你这个能发出去吗 能发出去 你看我这个月到目前为止 B站就是多少钱 这也还拍不清楚 2843睡前 还是睡前 现在22号了 赶紧赶紧去转马呀 现在还来着急 你是吧 油管都比较高 肯定比较高 但是我油管没人 油管比B2小 主要是油管的人他不爱看这些做生活 油管的人都爱看什么 就是震惊 惊叹 是吧 明天什么美国又要打俄罗斯了 他们就爱看这个 我给你分析分析 是吧 是吧 白正华刚找我就开卧会 他们都喜欢看这种 其实都是胡说八道 有几个 没有一个是真的 或者我又被FBI迫害了 我又被CIA空将抓了 他们就喜欢看这个 你知道吧 你都已经新出的那个 新出的那个Mac对于剪视频的工作是非常好的 好的一个 我没有用过Mac 我一般都用 我那个牌子现在不敢说了 这一天正在怼这个牌子 我一直用这个牌子的电脑 但不知道为啥弄到现在不敢说了 咱们来讨论这样的问题 刚才你说美国不止中国一个人才员 对吧 还有一些人才员是哪里来的 软件这一块最多的另一个人才员是印度学生 第二软件的话是韩国学生 但是韩国其实有很多在硬点就是Electrical 中国应该 中文应该叫电气光 就是那边韩国 韩国人很多 所以我个人觉得我身边印度学生 韩国学生 少部分欧洲学生 对 然后就是非美国的一般来说是这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是比较多的 就是印度的这些学生 就是你在美国这么多年的看法 而且你已经读到博士了 咱们不是说文科生 就是到科研这个层面 你觉得印度的这个人才 就是因为我说咱们很多人看不上印度人 那你觉得就是你怎么评价印度的学生 科研的印度人 因为很多印度人就我们的印度上当冲突的时候 其实是在咱们国家 咱们确实不太看得上印度人 对 而且问题是在于跟你发生冲突那些印度人 他们也没有能力去美国搞科研 这是我的认为 就是说真正去美国搞科研 他也不会参合进这些没有意义的 就是胡闹的这些事情 我们国家的人 大量的年轻人会觉得美国王了 为什么美国王了呢 因为你看美国搞科研呢 是靠两种人 华人印度人 这华人嘛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吧 是优质人才 但是印度人呢 我们总会对他们有一种看法 就觉得他不如华人 对吧 对 随着中国的强大随着中国的这个待遇越来越好 对 那将来肯定大趋势还是回国嘛 就我说就是里扣啊 就肯定大趋势还是回国 就因为随着他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 越来越攻击加力没那么难 那你说能回国谁还愿意在这待着 我说就是那你觉得像印度那种 就跟你看到的 就跟平时你了解的网上看到的印度人有什么区别 我接触不到网上看到的印度人 我只能接触到他们在博士或者一些硕士生的印度人 我以前在本科的时候接触过本科的印度人 水平参差特别大 就是说越到上面的人 其实跟中国学生也一样 就是说越是拔尖的人 其实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能够印度一学生 如果能够到达博士生的水平 跟中国学生到达博士生的水平 其实水平差不多 你不能说哪个更高 我其实不觉得那个印度学生比中国学生聪明 或者中国学生比印度学生聪明 就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那你怎么看在目前为止 在美国大量的印度的学生 或者印度的科研人员 把持软件也把持了几大公司的CEO 包括美国现在连灯物火星的这些计划 总共都是一亩一亩的 整个的这个 就是你不能说他们没能力 是美国故意捧的印度人 这些这可能是科研的 就是是一就是一 是二就是二 对 我的认为是 因为你的 你到那个程度水平都差不多的时候 他有一些就是说 谁先到谁就控制了所有东西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因为 印度人当时更多的会选择去一些高科技的公司 然后你知道就是说 一旦高科技公司招等了印度人 他们印度人高管 他在同的两个水平情况下会去招一个印度人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比印度人强 他还是会招中国人 他并不完全是中间 就中国人也是这样 中国人如果 我不听 中国人可能还是水平是一点吧 就是说那个 但是印度人他更加会招同等水平的印度人 所以你一旦有一个人种 他在一个高科技公司人多了 然后如果他们的学术水平 还能够维持在那个当前高的水准的话 它就会越来越多 然后差距就越来越大 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科技公司 也是中国的科研人员也越来越多 因为随着那个最近是人工智能越来越火 然后很多其实在这边搞科研的中国的学者教授 他们很多是对于人工智能非常感兴趣 所以现在我个人觉得在这边人工智能 甚至我感觉华人做的会比印度人还好 不是说他们不是说华人聪明 但华人可能真的在这块就是聪明 但是我觉得华人 现在你要有点自信 华人就是比印度人聪明 那印度你只能拿它最高种性的那一拨 对是的 来跟华人比 对毫无疑问华人平均下来 绝对是比印度人聪明的 你看看印度人在留在本土那边 对吧 但是我觉得华人整个大中华 中国 加上美国 我想中国的智商是平的 那个平均可能没有办法跟印度最顶尖的人比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比 因为最后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不是比平均 对就把年代的人给整死了 你知道吗 那现在非战争年代你很难说这一点 对吧 印度人能升 中国人能升吗 中国人现在比印度绝对少 生育率比印度 是少多了 但是印度嘛 它能升 它高种性能不能升 这我就知道 印度能升的全是低智商的那种性不太高的 这么二人能升 就是觉得不一定低种性他们是智商不高 而是因为他们低种性只能干那个活 所以没有办法 我是觉得中国人那个种族很奇特 就说什么 他的这个智商太平均 我给你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 比方说在国外 你看你在美国找一个很蠢的人 是吧 很蠢的一个种族 人吧 随便找一个 然后你再找个犹太人就从你从来 对吧 那这俩智商用不了人 对 但在中国咱们比如说找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你就说满云 对吧 他只是把科技术点在了做阿里巴巴经商那块 对 他到一个菜市场 我随便找一个菜能不能把它片成傻子 你信不信 可能对 对吧 对 对吧 你比如说或者我找一个是吧 你到东北我随便找一个销售 是吧 这能说的地方我到北京随便找一个销售 这能把你片成傻子 就即使你可能你是东哥你是谁 那就真的把你当傻子 那我其实觉得这样 但在印度不可能 那我其实这样平均挺好的 因为你这样子 但是这样带来一个副作用是卷 大家只上都看不到谁也不会 就干嘛 卷嘛 但是我觉得不平均是不对的 我觉得自己平均的 我认为出现996的原因是因为管理层没有好好地做好任务量的分配 那人家或许就故意分配一个你完不成的任务量 对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管理层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故意的最后客观的现实就是他给你的工作量不适合力的分配 只想用你用到35岁啊 对啊 但是我们就抛开所有这个某铁所有的动机 最后的结果就是直接造成你996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合理的分配正常的工作量 你可以是因为他想剥削你 你可以是因为公司真的开不下去了没办法只能让员工这么干 但是我们不惯性这些东西 因为老百姓不惯性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造成结果 老百姓只会关心你996让我不爽 上海996多吗 上海996 我以前 他们说这段时间在延价什么的 前一段时间 以前是多的 上海也算是国内的一个标杆的上海深圳 知道吧 你像我们洛阳 是吧 这还是全国咱就说不说很好的地方了 这也是全国经济排前50的 对吧 咱们不说那种一手二的咱们比不了 那就算了二三线城市里面还不错的吧 每周就正常的上班啊 就哪怕不累的工作也是一桌休一天 我不清楚就是说因为我离开上海那段时间 还不是那种就卷特别卷的那个时候 或者我还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那个时候 上海有不卷好吗 七个空间 那我不知道 可能我那个时候 忘了你是本地人 我老拿一个海漂的思维来 你演一个本地人 对对对本地人确实有变 而且我出国那个时候很多IT公司 还不是那时候很有名 就像我当时我压根就不知道 抖音和字节跳动是什么东西 抖音是17年 对吧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 你突然起来了 对 我觉得它是在美国先起来的 就TikTok 再在中国 或者两个同时 我也说两个同时 两个同时 对 它是短视频的 不是因为 因为大家时间越来越少 就只能看短视频 不是说质量不好 尝试便有的质量很好 但是大家没时间看 没时间看没有 刚才我们废了这么多话 我现在就是要带他俩出去兜一圈 看看晚上的奥兰多是否危险 据说佛里达 你今天晚上枪 枪极每一天 枪极每一天 真的吗 枪极每一天 假的假的 我天天晚上出去 不是我是觉得 我们这不是迪特律 就是 都是美国城市 我们这可能 不一定能跟波士顿比 我觉得 但是跟迪特律比 好个安全个五十倍 最危险的区 真的没有枪极每一天 最危险的那个区 就是 也 反正我们这叫做杀戮街区 那个 那个 但美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街区 叫杀戮街区 我就是说 但实际上 我总有一个趋势 但如果你要真的去了芝加哥 或者是迪特律 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沙路街区 哎呀就那样嘛 就是 一般般 一般般 只能叫 他们那个只能叫不好 你就不能叫枪极每一天 只能叫不好 你知道吧 嗯 我们现在就走了 好吗 好吗